首先带您看到关心讯奇防灾准备情况 代理市长许立明前往齐美地区视察各项防洪抽水设施运作情形 第一站抵达岐山区 视察新光和昆州抽水站改建工程 感谢中央全额补助经费 让市府能够强化地方防灾工程 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高雄市代理市长许立明25日视察岐山区新光昆州抽水站改善工程 听取雪立局代理局长韩荣华简报并且视察工程进度 许立明指示相关工程务必如期如职完工 由于迅其将至而且抽水站进行破题供购工程 务必做好相关保护措施 许立明指出抽水站完工后可强化防洪效果 改善淹水灾害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其实我们这几年的这几年的几月做大事的风险 就说我基本上除了全面报完工之前 我只要能够智宏池能够有真正发挥智宏功用 我们就要让它发挥智宏功用 那即使还没有整个暂体完工 你只要抽水机可以动的 我们就要让它平定当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许立明特别感谢水利署全额补助新光昆州抽水站改建工程 他说抽水站完工后务必完善营运管理 确保灾害发生时机器能正常运作及人员保全 此外未来必须保持抽水站资讯透明 在灾害发生时将抽水机具运作情形和影像传送给里长 让基层安心 在台风天遇到天灾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资讯的透明非常重要 我们要除了要防止真正它淹水之后 我们也要让里面安心 所以我都希望这些抽水站的资讯 其实它的相关的数据甚至是包含影像 都可以透过这一个及时的资讯 传给到里长的办公室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提升到这个程度 许立民并提出未来将评估于该区域新建制洪池 以彻底解决淹水问题 水利局表示 星光抽水站新设置的抽水机 最大抽水量每秒可达6立方公尺 在106年11月开工 预计在今年7月竣工 经费是由水利署全额补助5200万 至于昆州抽水站新设置的抽水机 最大抽水量每秒可达3立方公尺 在106年12月开工 同样将在今年7月完工 经费由水利署全额补助3800万 完工之后可确保提后排水顺利 并且降低渠道水位 为地方区域防范淹水多一层保障 港都新闻综合报导 2号花丝补助462号 4号化丝补减 Gem深